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 这里是iTunes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Hello,你好,欢迎收听独立置信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Talk,我是大狗熊 4月份是我的生日月,现在到了5月,我也正式的跨入了41岁的门槛 那么这个年纪听起来很吓人 但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很普通,只是另外的一个数字 但在生日那天,我写了一下自己41岁的生日回顾 在每年的时候,我都会记录一下自己这一年 对于自己的过去这一年的一些感悟和总结 然后也会写下来一些东西,作为新的一年的期许 那么进入四章之后,进入40岁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觉得很多心态有一些变化 但也许会对收听和收看节目的你有一些价值 所以今天录制这期节目,我想分享一下我的41岁生日回顾 写了一些具体的东西,发在了我的微博上,也发在了微信公众号上 但我想今天能用语音的方式来具体的讲一下 具体的解释一下其中的一些自己觉得有价值的地方 我是这样写的 今天是自己41岁生日,平时经常总结自己的收获成长 具体那些完成中的,完成的和进行中的事情就不多说了,招人恨 今天想分享一下自己40岁之后学到的一些原则 作为自我提醒,也希望能够对你有一些帮助 我觉得30岁前人的状态,特别是思维模式,是求援的模式 而到了40岁之后,是慢慢变成了教练的模式 做球员的时候是全力投入,再努力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去拼去抢 到了教练的状态,是已经意识到了世界的无序和复杂性 那么需要有自己的模式去处理和面对 用有限的资源去创造更高的价值 那么这是我写的第一条 从运动员转到了教练员,这种心态上的转变 可能也因为做了家长,有了自己的小孩 有一些关系 第二条,人生是过山车式的体验 情绪、状态、创造力、体力都会有高有低 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接受它 就这点以前我没有这个意识 以前会把情绪和人的状态陷入一种很默认的一个状态 就是状态好了,我就很开心很高兴 然后去进行的去觉得它也是理所应当的 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就悲伤难过 而且怀疑自己,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问题 其实这个认知有一个差别 就是为什么状态好就是理所应当的 状态不好就是自己做错的 其实两个状态都是理所应当的 它就像坐过山车 如果你没有前面那段慢慢的爬的这个状态 就不会有后面突然一下子跌落的这个状态 所以人生是过山车式的体验 要同时接受在拨鼓 也要能够接受坦然的接受在拨风的这个状态 第二条,混乱无序与不完美才是世界和自我思维方式的真相 习惯并拥抱它们 同时学会如何面对它们 这一点我觉得也许在40岁之前我就已经意识到了 但是现在发现这是一条铁律 就是没有变化永远是常态 然后世界是一个混沌超级复杂的一个系统 那么任何事情都不会因为你已经计划好了 就按照你的计划去进行 那么永远都要做好这种临场调整和变化的准备 五年前如果有人问你 你五年后有什么规划 谁会想得到有一场持续了接近三年的疫情 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节奏 谁会想得到这样的东西 那么谁会想得到俄罗斯会打乌克兰 谁会想得到他会打了两个多月还没有打下来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去预料的 那么做好准备 那么习惯去拥抱它们 习惯去拥抱这些混乱无序不完美 第三条四肢发达后头脑不会简单 这条我想结合第四条一起来讲 就是花在运动和睡眠上的时间 在投入场出上永远都是良性投资 现在我开始发现啊 这个身体的确和你的精神意志全部是统一的一个整体 那么它是一个就像工厂一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运作 你吃的东西影响到你的情绪 你睡眠的质量影响到你的情绪 同时呢 以前我们经常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这是一个非常误导人的一句话 四肢发达以后头脑是不会简单的 因为你的状态一定会变得更加适应这个外界的环境的变化 那么所以花时间去调整自己的三项基本的这个影响身体的元素 运动 睡眠 饮食 这三项的在这三项上花的时间精力和这个金钱上的投入呢 永远都是值得的 一定是良性投资 它不会突然爆雷的 另外一条 接着看 第五条 不要试图掌控外部世界 而是努力观察和掌控自己的内心和行为 发现了这一点 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一个斯朵格主义者 这条有一个新名字叫 Stoic斯朵格主义者 是什么呢 他是古希腊的一个学派 关键的一点就是这句话 就是不要去掌控外部世界 不要去觉得别人怎么做 我要去影响你的行为 我要去控制你 我要去这个 就是天气不好了会让我觉得很不爽 我的女儿不去做这个事 她不听我的话 我会觉得很不爽 这些都是外在的因素 我们能控制的永远是自己的内在 内心 那么我会一直提醒自己去关注自己能控制的领域 后面我发现原来我是一个Stoic斯朵格主义者 或者用佛教的观念来看 也许是小成佛教里面 他会要求你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内在 好 下一条 不需要说服别人 不要花时间去争吵 除非争吵能创造价值 我想大家可能都看过基努里夫斯的网络图片 Piano 他一句话说 我从来不和人争论 哪怕你说一加一等于五也没关系 随你变 祝你身体好 心情愉快 现在我发现争论的确没有任何意义 别人心里想的东西 你是无法去扭转的 在他没有真正意识到之前 你是无法去扭转 很多时候去争论 其实你是在否定对方 那么年轻的时候 这是避免不了的 我也喜欢和别人争论 我也喜欢各种吵架 现在我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时间宝贵 不如把时间留给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 别人怎么想 别人怎么去错 跟我没关系 下一句话 是做一个 这个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期许 做一个普通且自信的人 意识到自我的局限 但是要对自己有信心 不要借助容貌 身材 金钱 职位 甚至是知识 或者是见解 或者是别人的认同 来证明自己 后面这些越来越难 那么 我觉得这句话 普通且自信 它不是一句贬义词 它其实是一个 你知道自己是普通的 但是你也意识到自己的普通 是好的 是正常的 是自己能接受的 就是我现在 一个好的状态 那么 意识到这一点呢 我觉得 它是一种修炼 但是是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快乐 那么也会让你觉得生活会更加的平和 下一条 这条有意思 做一个狂放 却深刻的人 知道自己的本真 并不刻意去伪装成另一种自己不是的人 不要去设计自己的人设 但是要设计自己的人生 这句话 狂放且深刻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在微博上 分享 我看圆桌派 看这个 《枪枪》 《行天下》 这些斗文涛主持的节目的一些感受 因为我是一个斗文涛的粉丝 我特别喜欢他的节目 然后也有人说 我就喜欢涛哥 是一个狂放且深刻的人 我觉得这句话太有意思了 因为他其实展现了人的两种层面 第一层面是做一个本真的一个人 狂放 那么 你是什么就是什么 不要去掩路自己的自信 内在的性情 就是自信 但另外一方面 去探索这个世界 更深一点的东西 就是做一个深刻的人 那么这种深刻 不是那种学富武车 有很多知识 而是有一种 你能够洞见这个世界本真的真相 但同时你又保持一种纯真 我觉得这一点很难 在这个年纪 在40岁以后 我想修炼一下自己的这方面的能力 那么我不需要去设定自己的人 说大口雄是一个喜欢读书 是一个什么 这些不需要去设定的 比如说我真的喜欢在读书中放松 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这已经就是我本身的这个真 我不需要去设定我自己的这个知识博主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设 那么就像现在在和大家聊这个话题一样 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想和你探讨这个话题 OK 那么这就是我在41岁生日写下来的这些心得和感受 在听节目的你肯定大部分的朋友应该会比我年轻 那么不知道这些感受和体会 能不能对你有一些启发 或者是也许能够有一些帮助 希望能够有 那么更多的感受和体会 大家可以在你收听节目的平台给我留言 那么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博客blog.beartalking.com 或者去关注一下我的YouTube频道 搜索Beartalking就可以找到 OK 这就是这一期狗熊有话说播客节目 还可以关注我的播客 sorry 忘了这个最重要的平台了 那么有更多感受和体会 希望分享 希望能够看到你的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